国际电器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所有IEEE会员都可以继续正常参与IEEE的 全部活动 无论他们的雇主是谁 国际电器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刚刚在其中文官网发布IEEE声明更新 称IEEE解除对编辑和同行评审活动的限制 以下为IEEE官网声明全文 IEEE声明更新 IEEE解除对编辑和同行评审活动的限制 2019年5月16日星期四 美国商务部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68家子公司实施了出口管制 之后 IEEE发布了合规性的声明 并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就出口管制条例在同行评审方面的应用做出进一步说明 IEEE会做出相应更新 为此 IEEE向美国商务部要求就出口管制条例在IEEE出版活动的适用性 作出说明目前IEEE收到相关说明根据新的信息 华为及其子公司的员工可以参加IEEE出版过程的同行评审和编辑工作 所有IEEE会员都可以继续正常参与IEEE的全部活动 无论他们的雇主是谁 我们此前限制性的做法完全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志愿者和会员 规避相关的法律风险 在我们收到相关说明后 法律风险得以解除 我们由衷地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会员和志愿者向IEEE提出的问题和意见 同时也感谢大家耐心等待我们处理好这一复杂的法律情况 一直以来 IEEE致力于向其会员 志愿者和整个技术社区提供广阔的学术活动平台和帮助 其中 IEEE每年在全球举办1900渔场专业技术会议 并在EEXport上提供超过480万份文献资料 IEEE认为科学和技术是全球性的活动 我们为全球的IEEE会员在世界各地开展的工作 而感到自豪 IEEE将继续为推动技术创新与进步贡献力量 为人类社会谋福祉 中国十大学会回应IEEE事件 学术交流的严重倒退 6月2日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官网发表 关于IEEE限制正常学术交流事件的郑重声明 包括中国电子学会 中国通信学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中国光学学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在内的史家学会在声明中称 科学无国界 IEEE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非政治性 非盈利组织 其内部少数人将学术交流与政治捆绑的举动 完全背离其长期秉持的可信赖 无偏见的核心价值 这一审稿门事件 是对科学家个人和机构的严重歧视 是学术交流发展中的严重倒退 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科技界的一场危机 我们强烈呼吁 世界各国科学家 科技组织和学术共同体 关注此次学术界的重大危机 共同捍卫学术交流的国际准则 确保科学研究无政治化 共同采取有效行动 避免事件划向危害科技健康发展 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深渊 据此前媒体报道 5月29日 一则NAEEE下令清理华为系审稿人的消息 在中国网友中引起广泛关注 消息显示 NAEEE在一封邮件中 禁止华为员工作为旗下期刊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 拿过华为科研经费的也不能作为审稿人 邮件被曝光之后 立即在学术圈引起轩然大波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海霞 5月29日公开执行NAEEE主席称 此局远超出一个学术人 可以接受的底线 作为NAEEE的会员和期刊编委 我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申请退出我所在的两个NAEEE期刊的编委会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